剛剛的這個邏輯 就變成說我要在這邊判斷 上面的日期 跟 現在的這個 日期有沒有在同個月份 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幫我產生 一個空的資料 也說這個地方就不要輸出 有點像這個地方 2月28跟3月1號 月份不一樣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在A2這個 A3的儲存格上面 那我們就是先把A2加1先把它減下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所以這邊的話用那個if 如果什麼呢 特別重要 條線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曼斯 用曼斯 去抓什麼呢 抓 上面這個A2的這個儲存格 就是他的上面這個 月份 他得到是 1月份嘛 然後呢 如果不等於的話 不等於就是小於 大於 然後呢 跟現在加了一天之後的 就這個日期 如果我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加一天怎麼加呢 A2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如果我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我的那個月份 假如不一樣的話 那你要輸出的這個 這個資料 你就幫我輸出什麼了 輸出空白就可以了 沒有東西 那反之的話呢 如果 他們兩個月份相同的話 那就還是一樣幫我輸出什麼 A2加1 就剛剛減下的公司 OK 這樣的話按確定 那理論上 這個如果 加一天之後應該通通 都會是 這個1月份 所以向下填滿 這邊應該是不影響 有沒有這邊應該是OK的 會有影響的話應該是 228 跟那個3月1號 另外還有什麼 4月 30跟5月1號 像又填滿 你會發現 這邊應該是OK 有沒有 因為他底下 沒有其他日期 2月份比較麻煩 2月份的話因為 這個地方 他3月份 跟2月份不相等 所以呢 他就把資料清空了 但是呢 他的下一個 出現錯為什麼 因為 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的公式 他會去抓什麼 抓他上一個 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來判斷 那判斷的時候因為我們用MANS 如果MANS裡面 你丟一個空的給他 他會想說 你這裡面給我錯誤的資料 你應該要給我 應該是個日期 可是你怎麼卻給我一個空白呢 所以他就出現這個 資料錯誤的 這個錯誤訊息 所以怎麼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把它過濾掉就好了 所以喔 我們可以利用之前 交過的方法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外面 撿下來之後 再貼到那個 ifl 裡面 讓他過濾掉 也就是如果發生 錯誤的情況下的話 那我一樣把他變成 沒有 好有沒有 所以喔 底下剛剛不是有兩個 那個value的錯誤嗎 那如果我把他向下 向右的話 就過濾掉了 其他的話 就全部把他過濾 全部把他OK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這個一整年年曆 當然呢 這個 練習題 如果我今天呢 把這個 改動 比如說改成 2020好了 你會發現喔 因為 他們這個月份的每一個一天都是跟著前面的 那這個底下又是跟著他 所以如果你把他按Enter的話 你會發現喔 一整年有沒有 全部跟著連動 有沒有因為他全部都串在一起 OK喔 那如果把他改2022的話 也全部變更 有沒有OK喔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ifl 過濾 先用if來判斷 再加上ifl OK 那待會的話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禮拜六 禮拜六給我個格式 什麼格式 禮拜六也許就是 給我一個 這個字把他改成淺綠色 然後底下的話呢 把他改成 深綠色 或我顛倒也可以 深 底下淺綠色的 字把他改成深綠 OK 那禮拜天的話 你也許把他改成什麼 改成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好了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 每天每天做的話 一年有52週 那52週 不只有52乘2 要不然一直 怎麼樣 你可以用複製刷子 點兩下 然後一直刷 一個 兩個 三個一直刷 但問題還是很慢啊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 這邊的格式 一次全部做完 當然有兩個方法啦 不過我是比較推薦 用那個VBA的方式來做 當然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設定格式法條件 這邊有個新增規則 然後其實有點跟寫成是差不了多少啦 只是我覺得 這個方法好像 還是沒有VBA來的有彈性啦 所以待會的話也許請各位 可以試試看 想想看有沒有辦法用那個VBA來寫 那VBA如果要寫成VBA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先做邏輯判斷 第一個先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 這個A3這個儲存格裡面 如果 他的A2那個 就是他上一個 的月份慢死 不等於 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所以 假如 加了一天之後 他的月份不一樣的話 那怎麼樣 我就輸出空的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跟剛剛一樣 剛剛是A2加1嘛 就把A2加1 做輸出 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做格式 比如說禮拜六 禮拜天 用不同格式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好啊